我们的车现在要年检了 上面的行李不能放那里把它拆下来 行李全部拿下来了 等一下弄完再放上去 我们的车子刚刚被开进去了 现在正在做检测 预计要半个小时左右 今天是还挺多的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待会儿可以看看结果 我们车出来了 都是灰 全是灰 帮好一点别漏水了 这个怎么录个脚在这里 这个 这个塞进去 防稳了 弄好了 终于弄好了 这个绳子都已经有点烂脚了 是不是风吹日晒的 对啊 绳子不能风吹日晒的 那到时它坏了怎么办 从那来的 下来吧 下来吧 都是灰啊 上面太多灰了 哎呦 上手 哎呦我的天呐 衣服都脏了 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终于把年检省过了 贵州的朋友找了人帮我们过的 前前后后花了700块钱 其中包含了检测费300块 我们后面的心理架和爬梯就不用拆了 因为在我们车型的公告上是有是有这些的 但但它是选装的 我们的心事正常是没有的 所以说过意不过完全是看工作人员的性情和人的 我们也不想那么麻烦了 就找人帮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